晚辈沙褚儿,欧阳明正是家父,还望前辈能够告诉晚辈家父的下落。 这时沙褚儿再次站起身来,冲对面老者,义理地说道。 什么?你是欧阳明的女儿?我怎么从未听说过? 黄袍老者吓了一跳,立刻地死死地盯着沙褚儿,神色骤然变得凝重起来。 晚辈是家父离开后不久才出生的。 沙褚儿轻声地说道。 嗯,如此说的话,看你模样,的确和欧阳明有几分相似。 不过你总不会以为单凭几句空飘飘的话语,就让老夫真相信你是欧阳明的血脉吧。 老者脸色阴晴不定地变化了一阵后,才木然地尝出了一口气地说道。 同时其身上散发出了一股若有若无的灵压来。 一旁的柳明能够清楚地感觉到,这世的老者体内的法力已经被调动了起来,明显一言不合,对方就会大打出手的模样。 但柳明却是微微一笑,仍然坐在椅子上未动一下。 道士沙褚儿闻言,立刻从身上摸出了一块紫色令牌,递了过来,并十分认真地说道。 暖辈既然来拜访,自然不可能空口白话的,这是家父离开之时留给家母的信物,前辈可以确认一下。 黄袍老者身色围动,袖子一抖,立刻将令牌卷到了手中,然后低手仔细编认起来。 不错,这个确实是欧阳明的身份令牌,不过光凭一件死物还是不行的,我还要施法再确认一下你的血脉。 伴赏后,黄袍老者把令牌一抖而回,在上下打量扎厨而几眼,神色略缓和了几分地说道。 没问题,只要能够相信晚辈身份,前辈尽管施法就是。 沙蜀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下来。 很好,我这里有欧阳明当年所留下的一滴精血,所以鉴定过程会很快的,那就麻烦沙姑娘也挤出一些精血在上面吧。 欧阳奎文言点了一下头,当即单手一个翻转,手中默然多出了一个菱形阵盘来,表面隐喻可见一道道凹槽状的淡银色灵纹。 沙蜀文言立刻走上前几步,后臂抬一张口,一道经营的锋刃从手腕上一闪而过,划开一个寸许长的伤口,一缕鲜血从中流淌而下,全都没入到阵盘之中,并飞快流入那些但颜色凹槽中。 这些就够了。 欧阳奎见词满意地点了一下头,当即将阵盘往身前一抛,食指连弹,一口气打入了十几道法绝去。 顿时零星的阵盘开始嗡嗡作响起来,那些颜色凹槽同时闪动起血红色光芒来。 老者随之袖子一动,又往阵盘上空,抛出了一个白色瓷瓶来,一根手指虚空一点。 砰的一声,瓷瓶暴力而开,一滴红色精血滴落而下,眼目到了阵盘中不见了踪影。 随之,阵盘在老者催动下,在半空中转动起来,并不时由红色的符纹从中浮现而出,又纷纷化为点点血光的溃散开来。 手 老者一声鹤,单手虚空一抓,阵盘当即在空中一颤地停顿了下来,并一闪地落到了其手掌中。 欧阳奎第一手仔细查看了阵盘上的闪动的血红的灵纹片刻,再抬手看了沙蜀儿一眼,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种复杂的神色,然后才叹息一声地说道。 唉,看来没错,沙姑娘真是我那位足弟的女儿了。 前辈总算相信了,沙姑娘此前一直在南荒生活,直到最近才来到陈国境内,是想寻找欧阳明前辈的下落。 前辈若是知道,还请不吝刺脚。 柳明则平静地插口道。 下落? 欧阳家那些人一直想寻找到欧阳明的下落,可惜他们找了这么多年,还不是一无所获。 黄帕老者突然冷笑一声,略带几分嘲讽地说道。 柳明不禁一正,难道对方也不知道欧阳明的下落不成? 沙蜀儿文言也是心中一沉。 欧阳明以前也虽顿我有些恩惠,你既然是他的女儿,并且找到这里来了。 我告诉你一些当年的事情,自然也是可以的。 黄帕老者在深吸了一口气后,就露出了一丝苦涩地如此说道。 还望前辈刺脚。 沙蜀儿围咬嘴唇,两只御手轻轻抓着裙脚,有几分紧张地说道。 说起来,欧阳舍家虽然是一个家族,但这个家族之中也分成了很多分支。 我们这一脉原本就是家族的外戏分支,并不受家族重视。 当初也是因为欧阳明所展示出来的卓越修炼天赋,才使得这一脉有了一些起色。 就连我当年,也是因为欧阳明的缘故,才能在后面紧接到了化惊奇的。 红旁老者一边说着,一边缓步地躲到了窗边。 目光看着窗外的景色,有些失神地喃喃说道。 沙蜀儿和柳明自然全都鸣声细听。 片刻后,欧阳魁略带着一丝追忆之色地,继续说道。 欧阳明算起来,也是我的亲堂弟,我们这一脉的人原本都认为,他能够带着我们这一脉在欧阳世家走出一片天地。 未曾想,后来却反而遭到了大难。 沙蜀儿呼吸一鸣,知道黄袍老者下面讲述的,将是有关此事的最为关键的地方。 据我所知,距今百多年前,当时已是族中林英阁核心弟子中,实力排名前三的乌阳明,奉上一代家主之命,孤身深入南荒之地,去探查一件重大之事。 黄袍老者目光闪烁,似乎在回忆着往昔的岁月。 他在南荒探查到什么事情,我并不清楚,不过却从此鸟无音信。 直至数十年前的一天,他突然回来了,而且修为大尽,赫然达到了甄丹静大圆满。 当时作为他的同脉分支,老夫还很是高兴。 当时族中很多人也都是如此认为的, 以欧阳明所表现出来的惊人资质,是有很大的可能紧接天象镜。 一旦成功进阶,即便成为不了下一任家主,也能有希望成为一名族中大长老。 当时的家主为了让他能够顺利进阶,不惜耗费资源,让其进入族中的伏魔秘境中进行磨练。 那里是本族先祖开辟出来的一处特殊的秘境,用于锤炼族中弟子的心性和修为。 黄帕老者叹了口气,缓缓地说道, 柳明听到这里心中一动,按照欧阳奎所述,这伏魔秘境想来应该是一个和太庆门的恶轨道有些类似的地方。 可是,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,欧阳明非但没有在里面为进阶天象镜做准备, 凡尔在进入后的五年内,不知用了何种手段,悄然击溃了作为秘境根基的七星浮魔印中的三处封印, 并汲取了封印中原本镇压的大量真魔之气, 并开始修炼中天大陆,早已经研究的一种魔族功法,八方繁魔功。 黄帕老者说到这里,脸色渐渐地变得难看起来。 八方繁魔功?父亲为何要炼制此种魔族功法? 沙褚文言瞪大了双毛,失声起来。 唉,没人知道他为何要这么做,不过此等事情自然是瞒不住宗内的。 家主慎怒之下,联盟派人前往秘境当中捉拿了欧阳明。 然而,这八方繁魔功是真正的魔族功法,虽然厉害无比, 不过,那是只有真正的魔族之人才能够真正掌握的。 欧阳明虽然天资卓越,但也没能够抵挡得住魔旗的吸体, 最终丧失了理智,化为成了魔人。 可是没想到,欧阳明化身魔人之后,神通确实大增, 凤尔接连击杀了许多前去追杀他的族人。 连领队的天象镜的大长老,也是不敌,伤在了其手上。 老者苦笑了起来。 魔化? 柳明听到这里,则神色微微一变。 欧阳明只是一个真单静的修士, 就算修炼了那所谓的八荒繁魔功, 实力有所增长, 但那一举击伤天象镜的长老, 可见魔化程度之深了。 最后,连家族中常年闭关不出的通玄太上长老也被惊动, 并出关进入秘境当中, 准备亲手欺纳欧阳明。 但这时,那欧阳明却不知为何不知所踪了。 据称那位族中太上长老将整个伏魔秘境都翻了个底朝天, 却还没有能够将他找到。 从那以后,也就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。 红旁老者说到这里,又叹息了起来。 柳明听到此处眉头皱了一皱后, 又看了杀楚儿一眼。 欧阳明会突然修炼魔功的原因, 其虽然不太清楚, 但既然发生在从鬼没返回之后, 多半是应该和南皇窥地脱不了关系的。 这么说,前辈也不知道家父的下落了。 杀楚儿一双明眸有些失神,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 我也有些明白, 为何欧阳家主不愿意接见杀姑娘了。 柳明轻呼了一口气地说道, 的确, 欧阳家除了祖宗弟子修炼魔族功法, 可能招致全中天问责的大事。 当时族长自然将此事隐瞒了下来, 并将一切有关欧阳明的消息, 也全都封锁住了。 而我们这些同脉之人, 也受到了此事的牵连。 很多人都被流放到了大陆偏远之地, 只有老夫当年对祖宗总算是做出过一些贡献, 这才幸免于难, 得以在此隐居之住。 说起来, 欧阳明与我可谓是恩怨难明, 不过到了现在, 老夫也不打算追究了。 你既然是他的女儿, 也本该父亲欧阳, 也就是欧阳楚儿才对。 我可以叫你一声楚儿之女。 黄袍老者叹了口气, 看着面前的沙楚儿, 画风一转地说道, 说道之而二字时, 目光也随之渐渐柔和了下来。 是的, 欧阳伯父, 沙楚儿犹豫了一下, 随即叫了一声。 黄袍老者文言老脸上露出一丝笑容, 似乎对着一声伯父很是受用。 楚儿侄女, 欧阳世家这些年一直在追查你附近的下落, 你这次主动送上门来, 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。 伯父劝你不要留在此地, 赶快回南荒去吧。 沙楚儿文言脸色微微一变。 沙姑娘, 欧阳前辈说得也不无道理, 既然令尊真的失踪, 我们还是先行告辞吧, 等以后有机会再去其他地方听其消息。 柳明也站起身来, 目光微闪地说道, 伯父, 多谢你告诉我这么多有关家父的事情, 以后若有机会, 侄女自当再来登门道谢。 沙楚儿点了点头, 同样站起身来, 郑重地对黄袍老者行为一礼, 说道, 好, 那我就不多留你们了, 不过家族在这南明城中经营多年, 而目众多。 楚儿侄女, 你要万事小心哪。 黄袍老者朝两人一拱手地如此说道, 于是六名两人当即离开大厅, 就准备在院落中腾空飞走。 但就在这时, 突然外面轰得一声巨响, 原本平静在天空当中, 突然激烈晃动起来, 而周围的青色光幕也随之光滑乱闪。 啪的一声, 笼罩住这片树林的静置, 竟被应声称得撕裂而开。 接着, 嗖嗖的破空声传来, 四道明亮的紫色顿光一落而下, 化为了四个紫袍人影, 在一闪之下, 便挡在了柳鸣、 沙唇二人的身前。 柳鸣身体微微移动, 将沙唇护在身后, 目光一眯地扫向来人。 四个人, 奄奄以为首的一名虚发揭白的老者为首, 除此之外, 还有一个身材壮硕的大汉, 一个面容枯搞的瘦高男子, 还有一个则身材窈窕的妙龄少妇。 四位道友是什么意思? 为何拦住我们两人? 柳鸣淡淡说道, 对突然出现的四个人, 并没有露出太多吃惊之色。 我想是他爱情门的柳道友吧? 我们不是为了道友而来的, 你身后的女子, 是我欧阳世家的一个叛逆之后。 我等接到长老慧的命令, 要将其捉拿回去, 希望阁下不要妨碍我等。 说话的正是为首的白发老者, 另外三人则围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圈子, 将柳鸣两人的前路彻底封死。 叛逆之子? 柳鸣神世一扫, 眼神波动了一下。 四人之中, 白发老者是真单出奇的修为, 剩下三个人则和他差不多, 都是化精后期的修士。 欧阳家之人怎么会这么快出现? 难道他们跟踪我们了? 沙虫素颜之上露出了几分恶然, 随即又有些恍然地向柳鸣传音说道, 恐怕自从你在玄梦山出现的时候, 欧阳家便一直派人在暗中监视, 他们没有立刻抓住你, 多半是想引诱你父亲出现吧。 柳鸣平静地传音回道, 目光越过对面的四个人, 朝着周围又飞快地看了一圈。 你们休想! 沙虫文言绣眉微皱, 手中白光一闪, 已经多出了一柄狭长的惊刀, 一股寒冰凌厉的气息扩散开来, 对面的四人的脸色一冷, 身上也开始亮起各色光芒。 你们…… 欧阳魁从大厅之中走了出来, 看到眼前的情景, 脸色一阵变换不定起来。 欧阳魁, 你擅自向外人吐露欧阳世家的机密, 此事已经告知了家主, 如何触罚你稍后再说, 你若是想要保住你一家无事, 就乖乖站在一边看着。 白发老者看了其一眼, 冷然道。